- 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玩樂- 要八卦寧物- 要社會新聞- 要解決問題- 劉俊耀下午兩點- 非藥不可- 好 歡迎來到918新聞談- 你現在說點什麼是- 非藥不可- 我在你- 非藥不可的- 劉俊耀受藥邀- 禮拜三- 下午兩點- 非藥不可- 好 歡迎來到918新聞談- 你現在說點什麼是- 非藥不可- 我在你- 非藥不可的- 劉俊耀受藥邀 - 新聞Sentation- 雷倩時間- 終於到了雷倩時間- 聽眾朋友想一想都不得了- 站不下當事- 雷倩六位委員- 雷倩你好- 師傅你好- 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也很想念大家- 師弟- 因為雷倩這個忙於公務- 全世界飛來飛去- 今天在我們台灣被我們逮到了- 終於來這邊- 沒有我都努力要回來報到- 因為你不來- 我們一些國際事務就割在那裡- 最近國際簡直是- 風火連天- 是啊- 真的風火連天- 是啊- 真的風火連天 - 而且你可以用一種就是這個殘殺無辜- 來形容現在我們看到的敘利亞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個小孩子一排躺在那裡- 然後是被毒氣毒殺的- 就是雖然沒有血- 對- 但是非常血腥- 是啊- 你如果看到他們在睡覺你覺得他是很安詳的- 可是你知道他死了- 而且是被毒死的- 你突然間覺得倒抽一口冷氣- 然後就說哇塞- 然後你看那個其中有一兩個小孩子的眼睛 - 已經是合不起來- 就是好像死不瞑目那樣子- 因為就是說- 大人的世界怎麼那麼殘忍呢- 你把這些小孩子那麼無辜的- 他們連這個世界長什麼樣子- 都還不知道就死了- 所以這個事情引發了整個國際之間- 現在非常高度的關注- 直接切到名聲- 你會感覺到油價漲了- 黃金漲了- 大漲了- 因為國際在動盪不安的時候- 這些東西就會出來- 但是呢 - 真的要開打嗎- 真的要打仗嗎- 那個MBC說- 最快明天- 阿美里卡- 阿美里卡- 美國就要出兵- 去打許利亞- 這是可能的嗎- 鐵口直斷- 不會- 不會齁- 為什麼- 明天不會- 三天不會- 三個月也不會- 三個月都不會啊- 因為- 這是寒假的- 不能說完全寒假- 這一次因為他牽涉到兩個層面- 一個層面就是- 美國的人民跟全世界的人民- 包括英國的- 很多的 - 政治領袖- 都說呢- 我們確定8月21號- 有大規模的死亡- 和話五造成的死亡- 對- 但是我們到現在為止- 不能確定到底是- 誰是要負責的那一方- 哦- 所以你出兵的正當性- 在現在還沒有完全建立- 這是第一個層次- 哦- 第二個層次是- 即便是- 某一方- 無論是政府- 或者是叛軍方- 做了這種大規模的屠殺事件- 哦- 出兵之前- 還有一個國際法- 哦- 就是說- 聯合國的- 國際法的- 這個 - 聯合國安理會的- 的作用- 還應該存在- 如果沒有經過- 聯合國的安理會- 那麼是不是- 就等於- 大家乾脆把- 聯合國廢了算-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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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第二層- 國際法的- 這個正當性- 還沒有建立嘛- 對- 那麼第三層- 更重要的是說- 大戰略的- 結果到底是什麼- 嗯- 我們在這節目中- 可能還沒有仔細- 講過大戰略- 啊- 但是- 最重要的是- 戰爭- 一定是一種- 過度安排- 它在戰爭之後呢- 一定要有- 回歸和平的打算-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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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美國去越南- - 以為很快就可以撤車- 結果一落落在那個泥澳裡面- 對- 不但國內造成了很多的分崩離析- 反戰情緒- 它對於- 越南本身- 造成的伺服還是禍- 嗯- 現在回頭來講- 很難講- 嗯- 海灣戰爭也是如此- 嗯- 每一次這種- 跨國的- 進- 的這個戰爭啊- 一去就是十年- 啊- 進去就出不來- 進去就出不來- 不曉得怎麼結束- 那所以- 在敘利亞這個- 小戰場上- 我們有三個可能性- 嘛- 第一個是你進去- 你假定你認為是政府軍- 對-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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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你就去嚇阻政府軍- 是- 這是第一個- 嗯- 第二個是- 你去摧毀政府軍的功- 的能力- 現在美國有一些人在呼聲就是說- 摧毀阿塞德的- 空軍實力- 啊- 啊- 他不可能再用- 空軍跟其他的- 大規模的武器- 去對待他的人民- 是- 所以你可以嚇阻他- 你可以摧毀他- 是- 但是最重要的- 大家要問的是說- 你後面有沒有包含- 要- 改變政權的計劃- 嗯- regime change- 嗯- 如果這三個層面沒有想好- 嗯- 如果你只以為- 你只是進去嚇阻他-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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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被拉到你腦裡面變成要摧毀他- 等到你要摧毀他以後- 會來出來以後呢- 連政權還是會- 一而再再而三的動盪不當- 不安的話- 不安- 啊- 那你這個動作- 就反而造成了更大的痛苦- 是- 所以這幾個層面通通沒有結論- 哦- 怎麼可能明天出兵- 哦- 所以說- 可是這樣的話要結論- 那太困難了吧- 包括你後面講那個- 改變政權- 那個就是一個非常- 欸 複雜而且冗長的一種- 辯證啊- 啊- 而且 - 就是說今天美國也好- 國際的聯軍也好- 嗯- 要介入另外一個國家- 去強迫某一種的政權轉移- 上來- 欸- 那個其實- 需要更高的正當性嘛- 是- 啊- 你要在極高的正當性上- 來處理- 所以一時之間- 啊- 大家看到就像你剛剛講- 看到那一排一排的小孩子- 嗯- 婦孺- 看到那個- 哭天喊地的父親的時候- 是- 心裡都有測忍之心- 對- 會覺得說- 非坐點什麼不可- 非坐點什麼不可- 是- 對 - 但是你一開頭- 開始要這麼- 往前走的時候- 你把你的所有的政策的選擇攤開來- 啊- 中間其實- 還有很多的步驟- 如果沒有做的話- 它不但不會是一個- 最後有好結果的出兵- 是- 它非常可能脫爬美國- 它絕對不會是人意之師- 啊- 所以它中間有好多個步驟- 都需要完成的- 可是如果像你這樣講的話- 那- 施出無名- 那- 要國際法- 會不會緩不济級呢- 會不會緩不济級呢- 會- 但是- 大家要想想看- 戰爭 - 真是多可怕的一件事- 是啊- 美國我們就隨便拿我們自己以前的- 過去的經歷好了- 在國共內戰的時候- 嗯- 美國最後也選了邊哦- 嗯- 它選了邊以後就造成了- 我們多少年- 多少代- 多少人的- 包括家庭的妻離子散- 到現在- 對不對- 對- 所以說- 一個國家去介入- 另外一個國家的事情- 它真的必須要有- 絕對的正當性- 嗯- 美國雖然大家認為- 你是世界警察- 所以說發生事情- 都要去向美國求救- 嗯- 但是美國在- 二次世界 - 世界大戰之後- 就鼓吹大家來做了聯合國嘛- 嗯- 聯合國的目的- 就是要解決- 這一類的區域爭端- 嗯- 我把區域兩個字放重一點- 啊- 嗯- 因為你要- 仔細看這個地圖的話- 敘利亞如果出了事- 不會外溢到- 嗯- 伊朗伊拉克- 以色列嗎- 是- 中東本來就是一個- 火藥庫- 哪一個地方去- 丟一根火柴- 它就可能爆炸- 是- 是- 所以這件事情- 它的餘波會非常的廣泛- 是- 它絕對不會是- 是- 它絕對不會是- 它絕對不會是- 它就可能爆炸- 是- 它就可能爆� - 會是一個非常有限的干預- OK 欸- 你這樣講的時候- 讓我突然想到- 我可以拿一個- 拿一個事情來做比喻嗎- 就像家暴- 嗯- 家暴- 家暴- 家暴呢- 兩個夫妻吵架了- 內戰了- 關起門來打- 打了之後呢- 這個先生當然他是- 掌權的- 把經濟大權在手上- 他爆- 那個武力也在他手上啊- 好啦- 打了之後呢- 你報警了- 警察來了- 警察來了- 哎呀怎麼- 怎麼可以打- 不要打- 不要打- 怎麼可以這樣呢- 好- 警察能夠解決的事情- 到哪裡- - 就到你們不要打為止- 只有- 到你們不要打為止- 他走了以後- 他走了以後呢- 對對對對- 我要講就是- 他走了以後呢- 繼續打- 還是怎麼樣- 還是- 還是後來老公說- 好- 你們這些人- 鄰居還敢- 還敢報警- 嗯- 我乾脆呢- 拿個- 爆個瓦斯桶- 就開了- 就炸死大家- 火災- 有- 因為之前- 有一個- 有一個- 社會事件就是如此- 新北市的那一個- 那一個- 那一個很大的- 那一個社群嘛- 不就是- 因為這樣- 然後在抱著瓦斯桶- 就欸- 那個- 他是- 在- 在穿塔 - 的地方引爆嘛- 而且是在凌晨的時候- 就在午夜的時候啦- 大家都在家裡- 就燒死很多人嘛- 就新北市盧州- 那那個- 你看- 是不是就造成這樣的事情- 對- 我根據你這個例子來講- 頭痛不得了- 在這個案子中間呢- 說不定那個- 那個太太每天都- 不斷地去掐他先生- 只是你沒看到- 那一天他被打了- 先生做不了- 所以說這個事情- 我們真的只能斷定的是- 8月21號- 有大規模的畫舞- 造成人民的巨大上亡- 對- 那一天他被打了- 先生做不了- 所以說這個事情- 我們真的只能斷定的是- 8月21號- 有大規模的畫舞- 造成人民的巨大 - 哪一邊很難講- 是- 因為你事實上是還沒有- 聯合國不是要去調查嗎- 對- 所以在聯合國還沒有去調查之前- 誰可以- 就這麼斬聽截聽的說呢- 對- 所以這個夫妻到底是- 誰打誰- 清關難斷家務事的感覺- 金爆我們還不知道- 至少聯合國還沒有去調查嘛- 對- 那更重要的是說- 這個警察跟人民中間- 有絕對的權利關係- 那美國跟敘利亞中間- 沒有絕對的權利關係- 並沒有的- 因為警察是依法來去處理這個事- 對- 那美國如說- 哪一邊很難講- 哪一邊很難講- 是- 因為你事實上是還沒有- 聯合國不是要去調查嗎- 對- - 如果要依法的話- 就只能依國際法- 依國際法的話- 就要經過安履會- 它沒有經過安履會的話- 它就是單一國家出兵去侵略別人啊- 是- 你也可以這樣說嘛- 對- 對- 你憑什麼來- 來管這個事- 所以它- 雖然我知道很多人看到- 真的心裡有側隱之心- 都一定有的- 但是我們好不容易建議起來的一個國際秩序- 必須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面- 被有權利去單方攻擊別人的人遵守- 是- 否則的話我們會創造一個- 非常可怕的巨大的怪獸- 怪獸- 怪獸- 如果要依法的話就只能依國際法- 只能依國際法 - 對- 美國要怎麼做就怎麼做以後- 所以說- 而且美國以前曾經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對啊- 所以我們舉這個家暴的這個來形容- 就是現在目前國際的局勢的話- 它未必全然相同- 但是有一些理路是可以- 你去類比的- 你可以拿來分析的- 分析的- 就比方就是剛剛講的嘛- 那你第三個就是說- 那政權要不要改變- 對- 也就是說你警察來管家暴之後- 你可以說- 你們現在就離婚- 還是說- 好- 現在呢- 我換一個人來當你老公- 對- 還是說- 好- 現在呢- 我換一個人來當你老公- 對 - 你難道可以命令他- 跟你們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嗎- 不對- 我要叫你們好- 你們就好嗎- 你們就得好嗎- 因為最後的目的是- 人民可以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是是是是- 所以你看我們前段一次看到埃及就知道說- 即便是那麼高的民意支持的- 那個墨西他上台了以後- 他還是不一定能夠在民主的這個轉型中間- 順利的轉過去- 因為其他人他還- 其他人反他嘛- 還是有人反他的嘛- 對- 所以墨西人兄弟會- 後來又產生了那麼巨大的問題- 然後大家人民的 - 又決定說- 我們當初把你當救世主迎來- 現在發現你不太好- 我們要推翻你- 是- 所以民主它是一個- 很別扭的過程- 它是有很多彎曲路的過程- 我們在台灣其實很熟悉- 我們學會了- 一人一票去選總統- 是- 可是我們的制度裡面- 人民有沒有當家做主- 軍要跟我在這節目講過很多- 我們只有在選票的那一天- 是在當家做主的- 大部分的時間- 拿到政權的人- 他就有執政的傲慢- 對- 所以在整個的- 近東的這個形勢裡頭- 做主的- 大部分的時間- 拿到政權的人- 他就有執政的傲慢- 對- 所以在整個的- 近東的這個形勢裡頭 - 最重要最重要的還是說- 你最後的和平計劃是什麼- 對- 你進去干預了以後- 他就會有一段時間的動盪期- 動盪期不會是一個大戰略的常規- 他總是希望動盪期之後- 能夠回到一個和平穩定的時期- 是- 那如何有一條路徑讓你走到和平穩定的時期- 是- 現在真的完全看不到- 所以美國會不會又是來消耗軍火- 又是- 現在不是要打巡弋飛彈嗎- 巡弋飛彈不用進去這樣可以打- 對- 可是你看之前 - 好幾次美國介入的一些戰爭你會發現- 他都在消耗他的軍火- 對- 把一些舊的東西拿去打一打- 軍工混合體可以製造新的經濟生長的動力跟誘因- 是不是- 這一次是不是又是這樣的一種目的呢- 我覺得這裡面至少有一個陰謀在存在- 就是本來今年的年底的時候- 美國的平衡預算- 大家記得年初我們講那個財政赤字懸崖嗎- 就是到了九月他們去- 那個九月的G20- 就是要去討論他 - 他的財政赤字的預算怎麼逐漸的彌平- 在國內呢也要提出他的財政預算赤字的減稅啊- 還有增稅削減支出的計畫- 那中間呢軍隊本來是要跟著一起削減的- 那如果軍隊現在- 又要用了- 東海也要用對不對- 南海也要用- 中東也要用的話- 他軍費怎麼削減- 是- 至少有這麼一個陰謀的可能啦- 那所以這應該是他們裡面如果有鷹派- 的話他會站在這一塊- 應該打 - 我們就應該趕快去救這些- 無辜的老百姓- 這講起來就好像很正當- 然後我再講- 另外一個例子哦- 大家都知道如果癌症- 在某個階段的時候- 你可以用開刀啦- 用這種方式- 可是等到他已經- 全部擴散的時候- 你其實沒辦法救對不對- 或者是有的時候開完刀以後- 因為你開刀的過程讓他很快速的擴散- 我們前面看到賓拉登的事件- 還有看到整個中東的- 每一次的恐怖攻擊的處理- 就會發現- 如果你除惡不禁- 我們前面看到賓拉登的事件- 還有看到整個中東的- 每一次的恐怖攻擊的處理- 就會發現- 如果你除惡不禁- - 除惡不禁- 除惡不禁的結果- 就是他擴散- 春風吹又聲- 對- 心火燎原- 心火燎原- 所以全世界的恐怖主義- 以前有一個大本營- 你可以把他集中在那裡- 試著把他圍堵- 繳在那個地方- 現在呢- 波士頓發生爆炸- 其他的地方發生了- 各種的恐怖攻擊- 是- 包括電腦駭客- 生化武器- 對- 所以在這個大戰略裡面- 如果你光就美國的國內安全來講- 到底他們要讓這些反美的勢力- 到底他們要讓這些反美的勢力- - 集中在一個地方- 還是讓他擴散- 如果美國現在大量的介入以後- 那個反美的勢力一定很強- 對- 因為你來介入我的國家的國內的事務- 他這麼強的反美勢力- 再加上他如果被打散了- 擴散以後- 那美國還會有和平安定嗎- 而且我相信他們那種民主主義就會起來- 就是說你又來甘骨的內政- 那大家就主持一些聖戰式- 然後呢告訴你說- 這些聖戰式反而是- 合理了- 對- 他們反而是有一個正當性- 了 - 本來以前只是告訴他說- 你只要信奉阿拉- 然後你去殺了美國人- 你就可以升到天堂- 跟七十二個美女做愛- 他們以前是用這個方式去- 去迷惑- 去蠱惑- 跟神風特工隊是一樣的- 對- 去蠱惑這些那種年輕人- 蠱惑年輕人- 他- 喔真的嗎- 他就開始覺得- 喔這是真的- 可是我們相信那是假的嘛- 但是問題- 他那時候還沒有- 表示沒有什麼正當性嘛- 他就用這種好像阿拉- 用信仰這東西- 來 - 來這種蠱惑你- 可是當你美國真的介入的時候呢- 他正當性就更合理了- 對 而且現在如果真的按照- 目前某些美國的鷹派的主張- 就是第一你要摧毀阿塞德的空軍- 是- 那你可以想像到他的傷亡的程度- 以及對於那個國家摧毀的程度- 對- 但你去摧毀一個國家的時候- 那國家的人民要反抗你是很有正當性的- 是啊- 就像我們今天- 不要說別人啦- 如果我們台灣自己島內- 我們今天有一些- 有人要來摧毀我們- 我們去恨他啊- 可是對啊- 有人要來摧毀我們- 我們去恨他啊- 對啊 - 我們來摧毀我們的空軍- 那各位啊- 不管你是藍的綠的- 什麼紫的紅的橘的- 你不會跳起來嗎- 當然- 我覺得會欸- 對不對- 雖然我們- 我們很恨- 藍的很恨- 綠的很恨藍的或橘的- 但是問題是- 那是我們的內部矛盾- 內部矛盾- 但是真的有人要來- 親門打火- 要把我們的什麼軍- 空軍毀滅- 我們那個時候可能就不分藍綠了- 對- 大家都會起來- 而且如果我們真的被毀滅了 - 對- 子彈也是沒有分藍綠的- 是 對哦- 好那這樣的話- 說回來的話- 那這個事情- 對台灣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目前我看到台灣的分析師都在講- 油價會不會漲啊- 什麼這一類的影響- 金價油價是真的漲了啦- 不過油價目前不會漲- 因為他的很多的油- 都是控制在國營企業裡面- 它並沒有完全反映市場- 所以它漲了沒有你想像那麼快- 否則你想想看- 那個國家已經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馬上要打起來了- 油價難道不會飆漲-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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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事實上還沒有啊- 是- 所以它是在幾個國營的大公司- 它們是屬於Cartel嘛- 嗎- 它有控制價值的- 價格的能力- 是- 但是對於台灣來講- 我覺得我們真的要看到的是一個- 非常動盪不安的區域- 哦- 如果產生了- 像阿塞德的這樣- 不一定是他- 就像敘利亞這樣的情況- 嗯- 它對於所有人都是毀滅的- 嗯- 所以戰爭是無論如何要避免- 嗯- 而且在戰爭的邊緣啊- 的國家呢- 也都不能幸免- 比如說以色列對不對- 呢- 都不能幸免- 嗯- 比如說以色列對不對- 呢 - 你平常好好的在這邊過日子過得還不錯- 哦- 而且你跟北方的敘利亞- 很久都沒有什麼領土糾紛- 對- 現在如果敘利亞出了事- 嗯- 你就會是池魚- 對- 對- 就好像日本忽然之間- 要跑到釣魚島來- 它要在宇納國島步軍- 嗯- 它在石原島步軍- 它要增強這兩邊的軍力- 就是我們活得好好的- 忽然之間- 在宜蘭外海110公里左右的地方- 嗯- 變成一個戰爭的火藥庫的時候- 嗯- 變成一個戰爭的火藥庫的時候- 嗯- 我們也在一個非常危險的邊緣- 對- 所以這是區域安全- 對- 這區� - 像我剛剛之前剛剛講的那個例子- 新北市那個- 那個瓦斯桶一爆炸- 他們夫妻吵架結果呢- 燒死了那麼多人- 那都是鄰居- 是- 所以說你只要是- 而且都非常無辜- 半夜在睡覺的人- 對啊- 所以就你只要是一個區域- 你在這個裡面呢- 發生這樣的事情- 沒有一個人能夠安心的- 是- 沒有一個人能夠安心的- 所以我們祈求暢商- 給世界和平- OK- 進廣告可以嗎- 進廣告-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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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廣告- 好 後來 幾難新聞台 ones 雷居朝瘦 masc- 廣告- 燃線留委員煉在現場- 廣告- 沒有ix unable여� posición出現大家- 是- 對啊也非常想念你 - 講國際局勢啊 是最有條理的 非常的清楚- 然後我們不知道我們要幹嘛 5 00000 怎麼看這個事情- 那當然看完了比較遠的nor说明的 dismount- 蓮利亞點看一下比較近的中國 - 中國最近有什麼好看的呢?當然... 比甄嬛傳還好看的薄熙蘭 真的 你知道中國大陸上一次的世紀大審 應該就是四人幫 江青那個時候 然後每個人這樣子硬硬站在那裡 然後就是你認不認罪這樣一拍金航母 所以中國大陸其實沒有看過這樣的大審判 而且這一次有開放文字採訪嘛 所以你看到那些所有的在微博上都是實況轉播 雖然你看不到這個畫面 可是已經夠驚悚了 對啊 而且那個驚悚的畫面 其實我跟我太太在看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們兩個人那個相識一下 我們基本上想的角度是一樣的 是他們的什麼什麼謀殺殺 那個不太重要 反而是薄熙來跟古開來 兩個人的感情世界啊 哎呀令我們兩個人這樣瞬目結舌 嗯對 可是我一定要稍微修改你一下 因為我前幾天碰到一個大陸記者 他說你看我們到台灣來 你們去大陸可以上大陸的談話節目 可是我們到台灣來你們號稱開放 都不能讓我們上那個大那個台灣的政論節目 如果找我們來上的話 我們就不會把博開來講的像你們那麼外 薄熙來講的像你們那麼外行 所以我就跟他開玩笑 就大陸的人來看 他們一眼就看出來這是一場大戲 目的呢就是要變成齊天大勝 大鬧天宮 啊怎麼說 因為這個中間他最重要的危機是什麼 怕派一判死刑嘛 對 因為他的罪是足夠判一百個死刑都可以了 是啊 在那個中國道理以前 現行反革命就死刑一個了對不對 所以他的這些罪如果真的一一去追究起來的話 他死刑是難免的 對 就算是死緩呢還是一個死刑 對 所以很多人都說現在的薄熙來的審判 背後一定已經大家都講好了 無論如何他還是一個二代嘛 所以那些叔叔伯伯們都已經講好了要顧他的性命 可是他這個事情又太大了 不像以前在非常專制集權的時候可以把他壓下來 對 所以你要給他一些藉口 所以你看他認的全都是那種雞毛蒜皮的 是兩個人的感情的 是王立軍跟古開還有這個奸情 然後是我自己戴著綠帽子 我沒把他弄好 他把他全部都繞到這個地方 倒向那邊去了 變成是個人之間的恩怨 對 那其實台灣的記者呢也非常喜歡這個恩怨排 我們什麼事情都喜歡把他弄成 包括什麼政治人物也是 感情 都把他弄成 信謊言錄影帶是最好拍的嘛 對 這電影一拍就哇 而且故事在電視講起來還可以演一演嘛 對不對 對 所以你看台灣就照著這個劇本 就一直演一直演一直演 可是在大陸的那些思考的記者都會說 這已經講好了 我們知道目的就是保他的命 是 可是在之前 因為之前我在另外一個單元大捕頭呢 我記得也講了他們的一些故事的演化背景啊 什麼的 還有誰要讀誰 這個太玄奇了 真的 而且你把果開來變成他好像是一個當婦一樣 他跟任何人都可以發生關係 然後他可以在床上要求王力軍 去殺他的另外一個情婦 這些太過肥 就說你會 對 你會覺得說 這個如果像我用跑社會新聞的角度去看 我們看到這麼多的人性跟事件啊 你就發現中村有一些地方是不合理的嘛 因為沒有一個已經到了這樣的官街 位階一個夫人 算是一個官夫人 他還需要這樣子 然後去 去跟我老公的提拔的這個下屬去上床 然後叫他說去殺我另外一個情夫 這個東西你會覺得說 這中間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然後他們就會就加一些東西進來 就是說因為他要報復 他報復你薄熙來 你看你去跟張子儀啦 跟誰跟 我這是隨便引用的 他沒有回放人家 因為張子儀他已經就出來說沒有 而且他要提告 對 然後其他的有一些人就說有 包括有一些出錢的人 徐明啊 或者是什麼 徐明就是幫薄熙來在打點這些人啊 付錢的 他的金庫啦 那這些大家說 我要報復你薄熙來 你竟然可以外面玩那麼多的女人 我也要玩那麼多的男人 這樣子聽起來好像合理 可是好像不太合人性 我覺得他這整個故事啊 在這個偵探懸疑片裡面 他都會告訴你 邊謊話最怕就是細節編到太多 他在故事裡面的細節 實在多到你無法想像 譬如說 王立軍的鞋子在家裡 他叫他把鞋子拿出去 就是他有非常非常多的這種細節 就是多到你很難想像 他本來想說用這些細節去落實 去堆這個謊話 對去落實說 你看他確實就是 不然王立軍的鞋子怎麼會在家裡 就是別人都不能進我們家 只有王立軍可以登堂入室嘛 意思是這樣 就是他的謊話 我覺得他是謊話啦 我先說 我就覺得這故事裡面的細節太多了 這細節多到完全不合常理 也不合在一個審判中間 你知道我們有不少的聽眾朋友 有法庭經驗 你知道你到法庭去的話 除了陳水扁一個人會東講西講以外 其他的人大部分都是問什麼打什麼 對 你在回答的時候 你不會自己去Volunteer 很多這麼多顏色的細節 對 這麼多的顏色的細節 看起來就像是一個煙幕袋 所以我前面用的叫齊天大聖大鬧天宮 目的呢 就是要告訴他說 我這個是多可憐的一個神經病啊 所以大家就饒我一死吧 是 那邊 如果他只要這個神經病呢 能夠塑造起來 大家就給予他一些同情 而且他認的全都是 世人不明 在家裡 家裡沒有處理好 他所認的全部都是德的問題 是 是道德的問題 跟他的一般的Style 風格的問題 沒有一件他認的是法律問題 而且包括政治 政真的東西 他要去這個暢紅打黑 然後他要幹嘛 現在已經沒有人記得那個 只記得王衛軍的鞋子在他家了 對對對 這等於就整個導到一個 就是一種複雜的男女關係 然後互相的這個牽制 然後呢 互相的設計報復 然後女人的蛇蠍心腸 世界大戲 對對對 就在裡面 就真正的比方說 他是不是有去迫害 一些法輪功的人 他有沒有盜賣屍體 他有沒有這個濫殺無辜 然後去把 貪腐 貪腐 這些東西呢 不講啊 都不講 因為這東西都直接有法律 非常明確的一條一條 規定方案那裡 你今天 你只要是處罰到哪一條 你殺人 殺人就很清楚嗎 你貪污 貪污就很清楚嗎 對 有一條一條的椎擺在那邊 這可以通通掃到桌子底下去 現在放上來的呢 都是那一堆爛泥的東西 小菜 很多碟 對 然後你看 好像一鍋粥啦 一鍋粥組在一起 他庭審已經結束了 就是說他這個五天的庭審 就在花花草草中間 歡樂的結束了 歡樂 我說歡樂是因為 記者們很歡樂嗎 是 大家 以為我們要去討論 國家的改革 對不對 政府的官徵 這些可怕的在這個 重慶這個地方 假借官威啊 去向人民巧取好奪 以為在處理這些事情 通通沒有啊 剩下就是王立軍的鞋子 可是這樣子 大陸的媒體 大陸的民眾 能接受嗎 我認為這就是 這一招高明的地方 今天假如薄熙來 他在騰上 他都說我行使肩膜拳 你們就一直控告我 那大家就會捕風捉影 會一直把這些東西 都填上去 今天他提供了你 超過你的版面 可以使用的材料 你只要做一桌小菜 他給了你滿漢全席 你把這些滿漢全席 這些一些菜 拿來放在上面 都已經沒有版面了 所以你看 過去的五天大陸的版面 是什麼 全部就是他這些花花草草 所以這個策略的高明點 不在於他轉移焦點 是在他有效的填補了媒體的需要 這個東西 媒體的需要也就是民眾的需要 你看以前羅馬帝國 一個比較暴虐的一個軍王 他為了要統治人民 因為他很獨裁 他很昏庸 很荒淫 就做競技場 就做競技場 我就讓你們連續150天 全部都要競技 人打人 人打獸 獸打獸 全部都讓你打 人獸人獸一起打這樣子 然後打得到你們 你們就每一你的人民 看那個都已經看到 已經忘我了 你早就忘記還有一個皇帝存在 因為皇帝的就辦這個東西 轉移了大家的焦點 哇塞 這個都是 非常高明 統治上面的一種 我覺得他非常高明 是在於完全理解 中國大陸已經進入了鄉民的世代 網路已經擋不住 所以如果你要想要用以前的方式 去保護薄熙來的性命的話 是不行的 是不可能成功的 就你全部通通封鎖 這個是不可能的 因為一定會露出去 那乾脆我就露大的給你們 露到你們 完全就是剛才跟你講的 版面你都承載不了 全部站完 所以說那些 剛剛講的一條一條的 非常有法律的東西的 法律跟政治的東西 通通掃開了 而且在這過程中 大家如果到大陸的網上去看 每個人就在加油天簇的轉述 然後去批判 那些真正要來辯論說 薄熙來的路線 到底有什麼不對的那種聲音 就擠掉了 就變得非常微小 你根本找不到 你無聊 你去Google 或者他們不用Google 你去網路上擺錄一下的時候 那個真正批判聲音 可能在一千多條 更後面 你第一條第二條看完以後 根本就不會再看了 因為你知道嗎 我在網易 網易大概有幾十萬的粉絲 哇厲害了不起 然後你知道一個晚上 就上萬條的訊息 就已經擠掉了 所以你看都是這些東西 它根本沒有 你剛剛講的 那個比較嚴肅的 討論政治 討論法律 討論貪毒的這些事情 沒有 看不到 完全看不到 早就在幾萬條後面了 對啊 所以你看我大陸記者朋友說 你看你們台灣的媒體都沒有看懂 這完全就是喬好了要保他性命 是啊 OK 那我們進廣告之後聊一聊 我們咱們台灣的這些三條線的事情 請雷委員來評論一下 進廣告 好 我們來九八新聞台 我今天就要受要要 雷謝劉委員在我們現場 劉委員你好 雷委員你好 是 咱們國內最近呢 三條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從吳敦義 從食品安全 胖達人 山水米 今天是山水米 對 這麼多的 我想我們談一下食品安全 但是談食品安全之前 我們簡單的評論一下 吳敦義的事情就好了 對 我覺得 我想用一句話好了 吳敦義女兒造福了人民 哎呀人民有福了 我的心裡面也是這句話 人民有福了 為什麼呢 以後全部比照辦理 對呀 對人民都可以比照高官 高官怎麼做呢 咱們呢就可以怎麼做啦 只要所以說 這些高官啊 多去做一些這樣的事情就好了嘛 只要他們把所有的特權呢 都變成基本民權 這樣還不錯 那我公務員也有事情做啦 不要每天沒事幹 看著上面嘴巴打開 夾夾夾夾夾 不是 像以後呢 高官怎麼做 高的特權呢 就變成你剛剛講的 人民的基本權利 哇太好了 人民有福了 那食品安全呢 可能人民就沒有福了 沒有口福了 先講三水米好了 因為胖大人已經好幾天了 三水米是今天才發生的 三水米 而且他值得講的原因是 他說今天還是想要糊弄我們 沒錯 哎呀 我這一點我是 我最痛恨人家 認為我們笨 你今天三水米的董事長 總之你出來講的時候呢 還在講 在我嚴格的監督之下 竟然還發生嚴重的錯誤 那你是什麼嚴格 你在嚴格哪一門子的嚴格 而且八萬多包 你告訴我說全部都是因為你們的一時疏失 吊錯什麼米桶 你是飯桶啊 我完全沒辦法相信他們的這個說法 而且這一次不是他們自己發現了以後出來告訴我們 而是他們是被檢舉被踢爆 既然是被抽驗踢爆 那就一定不可能只有單一事件 所以說我覺得三水米呢 應該至少要學小S 小S說我多次站台 所以我要向大家道歉 他們至少也要去先向人民道歉 再求原諒 可是他的道歉是沒有誠意的 他們有道歉 那個道歉不算 你看站起來鞠躬了 他可能覺得他已經道歉了 可是你根本在騙我們 你只說八萬包 你一點道歉的誠意都沒有 而且我必須講 我覺得台灣整個的食品安全 美食之島 大家的夜市小吃 都在非常大的危險之中 這是我們現在吸引外匯 非常重要的一些部分 在就是在這幾個禮拜中間 我看到鳳凰網 他們到了台灣的南部 一家醬油店跟醬油糕店 那他們是供應幾乎所有的夜市攤子 他就把那個整個的醬油的情況 還有他的回收桶的情況呢 就暴露在全中國大陸的觀眾面前 所以說台灣的食品安全 如果不下定決心 趕快去整治的話 那麼現在我們還津津樂道 在全世界還引以為傲的 這個夜市小吃啦 台灣美食天堂啊這些名字 很快就會消失 不過在香港這些人很怪 香港那樣 鳳凰台去做了我們的醬油糕 然後呢 又有人來揭發我們的胖達人 欸 那這龜校憋沒尾啦 苦笑筆沒尾啦 你就去大陸看一下 大陸的食品安全 比我們糟糕太多了啦 也可以去香港看一看啊 是不是 但是當然啦 我們不要去比那個 比下面的啦 我們是要比 大家要往上看 不要向下沉淪 我們當然要注重我們自己的食品安全 而且大家要知道說 現在的食品 包括食品的服務 加工跟上流的原料 這整個的產業鏈 在台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啊 所以大家能夠珍惜 我們好不容易得到的名聲 是 但是這些名聲呢 我希望呢 這一次的像 比如說山水米 你千萬不要再呼籠我們 要道歉要有誠意 否則的話呢 你會遭受到更大的 民眾消費者的一個 聯合的制裁 這是我相信台灣的民眾可以做得到的 今天非常感謝對委員到我們現場 謝謝 謝謝